距离2022年春节只有没几天的时间了 由央视所举办的大型春节联欢晚会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目前第四次联牌已经于1月27日晚间结束 当晚TFBOYS三人分别跟随各自的工作人员现身参与彩排 王源一身黑色穿搭出席 泥子风衣显成熟 王俊凯身穿白色西服套装出现 由于天冷的缘故 身上还披着厚厚的黑色羽绒服 不过王俊凯的气质是真的好 满面春风很绅士 易阳千玺相较于其他两位就随性很多 白色羽绒服套在身上看起来很臃肿 而且易阳千玺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完全不在意个人形象 只见他在行走中还用双手拉着外套 看起来很不抗动 这姿势属实有点太接地气了 在偶像中很难看到 TFBOYS三人已经算是春晚上的常客了 从16年开始 每年都在 可自从2019年之后 三人就没有合体过 都是分别表演各自的节目 此次虎年春晚 三小只能否同台合体 仍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不过按三位目前的发展来看 三小只合体的机会并不大 在三位参与第四次连排曝光后 也有余记立刻在社交平台中爆料 TFBOYS是都参加春晚了 但他们的节目是分开的 易阳千玺会跟邓超合唱 王源和极客俊逸合唱 王俊海可能还会跳舞 网友在看到这则消息后也并不意外 毕竟早就习以为常 毕竟三人现在的发展方向不同 而且彼此的公司也有所顾虑 此前 王俊海在参加由撒贝宁主持的综艺节目时 撒贝宁让王俊海将节目组准备的礼物 带给易阳千玺和王源 起初王俊海还想聊关于他们之间的事情 但却收到来自场外工作人员的提醒 这使得王俊海话都到嘴边了 但还要吞回去 在这次节目中 王俊海的表情很不自然 有失落 有无奈 另外在其他活动采访中 王俊海同样如此 当记者提问三人之间私下是否会有联系时 王俊海刚要开口回答 就被工作人员直接打断 每当看到王俊海欲言又止的模样 隔着屏幕都替他感到心疼 当然三人私下关系十分要好 每当有人生日的时候 其他二位都会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平台发文为对方庆生 在易阳千玺新电影上映后 王俊海也会将电影院包场为其支持 种种暖心行为无不让人感动 但在公开场合 却又要因为工作原因强行去假装不熟 这是成名的代价与悲哀 如今三小之是否合体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 虽然粉丝依旧很期待 但也早已释怀 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只能慢慢用时间来抚平 根据余记的爆料来看 央视春晚还是很有心的 为三位所选择的搭档都很硬核 易阳千玺配邓超 两位影帝级别的演员同唱一首歌会很有看点 王源与极客建议搭档倾听两位专业歌手吟唱 会是一场听觉享受 王俊海跳舞更是将TFBOYS团队的精髓给展现到淋漓尽致 毕竟他们可是唱跳男团 歌舞都很专业 最后或许此次春晚无法看到TFBOYS同台合体会有所遗憾 但相信在2022年十周年演唱会中 必然会看到他们合体后的风采 不知不觉TFBOYS已经出道近十年了 他们从曾经稚嫩的少年蜕变成熟偶像 业务能力也随着时间的延长更加精进 三人目前都已经清晰未来演艺事业的定位 也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不错的成果 相信他们在日后会更加完美 从此甩脱流量的标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